接著我們要上來就是要做其他的氣體 一些巴拉巴拉的東西 第一個要講的是氫氣 氫氣的性質 一樣是無色無味無鏽 常溫常溫下為氣體 然後它具有可燃性 我們跟你講它的火焰的顏色 啥顏色啊 淡染色 在空氣燃燒因為受熱膨脹 所以會有個什麼現象發生 對著什麼現象 很好 小老師有講話多多久我看到了 報名針 然後氫氣來溶於水 氫氣是二氧化跟氧氣 氫氣三個裡面氫氣最不會溶 所以它當然也是用海水去把它收起 不過現在國中已經沒有製造氫氣了 然後呢就是我們當初要你背的通信 酸的通信叫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 鹽酸會產生氫氣 鹽晶竹鹽骨竹都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所以加西酸 鹽酸 醋酸 也都會產生氫氣 所以那個氫加西酸會產生氫氣 這是一個重點 在當初告訴你要背 酸的通信有兩個 一個碳酸鹽加西酸產生二氧化碳 一個是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會產生氫氣 請你記好 記住 拿出來用 拿出來用 OK 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 會產生氫氣 我們講的是氫加西鹽酸 其他也是 剛才講過的淺金屬淺土族 都叫做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 都會產生氫氣 然後變結質的負極產位也是氫 這個我們講過國三的下絕期會交 到時候你要背下來 正極是氧 負極是氫 到時候你要背 OK 那就多性氣 多就是海南亞特定的東西叫做多性氣 因為它非常不會跟人家作用 特爾加分了老半生氣 才製造出它的化合物出來 基本上不爽跟人家在一起 不要跟人家在一起 不會跟人家化合物 所以叫做多性氣 就是什麼高貴氣體 高貴氣體 貴族氣體 就自己一個人就好 趕快放在一塊 高貴氣體 古時候 有叫做稀有氣體 古時候 但是它不稀有 我們說那個亞有沒有 亞是空氣含量第三位 第三位不叫稀有嗎 不叫稀有 所以現在不用這個名詞了 它是古時候的聲音叫它稀有氣體 這樣沒有這個名詞 OK 然後呢 單元子分子 這個學測考過 這個考過 就是它是一顆一顆的碳 一顆一顆的奶 一顆一顆的氧 跑來跑去 沒有 一般的氣體都是雙元子分子 它不是 它是單元子分子 這考過 這個考過 考過 OK 然後你就給我背 每個 惰性的用 考試了 背好都好 背下來 害 害就是密度只有比氫大 但是非常小 會代替氫氣填衝氣球 因為氫可燃 所以有危險性 害它不可燃 所以就沒有什麼 比較危險 所以它用來代替氫氣填衝氣球 然後奶呢 會發紅光 不同的氣體會發不同顏值的光 我們通通都沒有背 我們只背了一個叫做 奶會發紅光 結果還背過另外一個 沒有連結就是那會發黃光 那會發黃光 那大概是我沒有這樣考而已 就不知道它氣體的 怎麼這樣考而已 OK 然後可以做霓虹燈 信號燈 OK 還有一個就是 雅氣和接的時候 黃子在雅化 然後燈泡當中增加亮度 黃子 孤斯氣化之類的 我們考試就是考你它的用途 所以麻煩你把這些用途給我 背好 派做什麼用 奶做什麼用 然後雅做什麼用 所以我們就考試用它的用途 把它背起來就對了 雅背起來就對了 OK 然後就臭氧 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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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藍色有味道 有個味道 叫臭氧 它有個味道 它有個味道 好 然後呢有毒 它對你的呼吸它會造成傷害 它是空氣污染物質 髒空氣照光之後 產生光化血反應會生成臭氧 所以臭氧 基本上表示空氣就是越髒 所以它是空氧 所以它在你的四周圍 臭氧是個壞東西 它會傷害你的身體 那它代表你的空氣是很髒的 可是它可以吸收紫外線 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它對你會造成傷害 那麼它可以吸收掉 讓你減少它的傷害 然後呢 那麼在那平流層比較多 我們就有一段的地方 臭氧含量最多 我們稱之為臭氧層 稱之為臭氧層 好 稱之為臭氧層 然後 那我們因為人類 排放了活氯碳化合物 有人就寫活氯碳化合物都可以 然後它就破壞了臭氧的形成 使得平流的臭氧含量減少 我們稱為臭氧洞 有了臭氧洞 就表示到達地面的死外線會增加 會對生命會造成危害 那這一頁的內容 地球科學課都會再教一次 在大集的時候教你 什麼叫做平流程 平流程什麼意思 什麼狀況 前半段大概是 後面講全球變成 再講一下臭氧洞 臭氧洞的狀況如何 這一頁內容我們地球科學課 都會再上一遍 OK 最後一個是水氣 水是地球上唯一可以三態 只能自然界就有不需要人工處理 就有固態、液態跟氣態 就叫做唯一可以三態存在的物質 然後幾乎都在對流程 同時呢 因為它對流旺盛水氣豐富 所以有天氣現象 天氣現象就是指有沒有雲 會不會下雨 叫做天氣現象 因為這裡對流旺盛水氣豐富 所以陰相都發生在對流層 然後呢 它這個底化老師有教它的高底熱 高氣化熱 所以它可以吸收很多的熱 溫度不上升 放很多的熱溫度不下降 所以會有調節地球溫度能量的功能 好再來 它凝結的時候會放熱 就是它所放的熱是大氣劇烈 天氣變化的能量來源 這一頁的內容也一樣 全部在地球科學課會再說一次 什麼叫做對流層 為什麼對流層會有天氣現象 什麼叫做天氣現象 好凝結的放熱是大氣劇烈的變化的能量來源 所以你知道當年學測考過 所以這一邊呢也是一樣 地球科學會不會再說一遍 會再說一遍把它記住 這是有關於我們說的其他的氣體的一些性質 OK